那么怎么提升软实力呢 一定不要从改变别人开始 或者从想改变别人开始 一定要从改变自己开始 改变自己呢 最重要的呢 一个是你要了解自己 我刚讲了 self awareness非常的重要 就你自己的强强弱项 你要搞清楚 然后呢 你对自己要有目标 请每一位 特别是职场的朋友们记得 你的职业发展 绝对不是HR的任务 你的职场发展是你自己的任务 你自己要有计划 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 你在各个Q 我刚刚提到的那么多Q当中 你想达到一个什么level 这个是你自己要有计划的 而且你的计划 不应该是很笼统的计划 你应该说 我比如说我十年以后 我想干什么 我五年以后 我想成为什么样的 那我现在三年以后怎么样 我两年一年 然后你就开始把它画到 12个月 画到每一天 然后你要采取什么样的行动 你才能够达到那个结果 这个就是叫reverse engineering 就是你要从你想得到的 想达成的那样的一个状态往回推 然后呢 不要停止学习 也不要停止参加培训和实践 有些人很喜欢参加培训 但是呢他不去实践 我说了没有实践的培训 都是没有意义的 毫无意义 是浪费时间的 然后呢一定要开始 叫mentoring 就是我今天马上要讲的重点 然后呢你需要 参加那种有效的training 因为现在呢 尤其是现在网络非常的发达 这个各种各样的training 各种各样的training很多 你要选择那种叫有效的training 什么叫有效的training呢 首先那个trainer 必须是high quality的 什么是high quality的 不是说他学历很高啊 或者说他挣钱很多呀 这些都不是 而是说这些人 他能够practice 他在教的principle 就是说他比如说 他如果现在在提倡跟大家说 要成为一个共情的人 要成为一个关心周围朋友的人 那如果他自己是一个很冷漠的人 这样的人会不会成为一个很好的trainer呢 只会讲道理的trainer 不是一个好的trainer 另外呢就是说 这个有效的training 他必须是有一套有效的方法的 这个方法呢就是我原来 我很感谢我在播音的九年 参加了Dale Carnegie所有的培训 我也做了他们assistant trainer 那我在那边的时候呢 我其实就有机会看到 他们的training的一些长处和一些弱处 那比如说 我参加了所有的他们的training 感谢播音sponsor我去了 那个其中有一个叫secrets of success 叫成功的秘密 那个里面呢 他们原来是12周的那种课 后来变成8周了 为了提升这个效益 那么这个课呢 他们一般是一个课上25个人 很多次我在那儿的 不管是我在参加training 还在我是在帮助他们training 我都是唯一的中国人 那我在这里 我今天是用中文在分享软实力 分享mentoring 那我是提醒大家 你要take advantage of 你现在所在的公司 可以sponsor的soft skill的training 比如说Dale Carnegie的training 如果你还没有去 你可以去查一下他 他是应该叫软实力培训的鼻祖 那Warren Buffett 在他的自己的传记当中 他有9次提到Dale Carnegie training 像Warren Buffett 现在很会讲 很会演讲 讲话 但是他当初不是这样的 他原来是非常shy的一个小伙子 甚至他不敢向他的太太求婚 他是参加了Dale Carnegie 本人的亲自的培训 提升了他的表达能力 他才去敢跟他太太求婚的 所以 这个有效的培训呢 他必须是一种可持续的 而且是可以最好是有一个 我们叫rending mate也好 叫mentor也好 跟你一起在不断的实践 不断的一起提升的 另外有效的training 我以前在西雅图 我做过business owner的training 做过这个young professional的training 做过家长的training 做过高中生初出生的training 我的training呢不是很贵 但是呢就是收费不是很贵 但是我的training每一个人 我必须要面试 为什么 就是说我如果感觉到 尤其是特别是一些小孩子 是家长逼着来的这样的学生 我一般不能收 你交钱我也不能交 为什么 就是说这种软实力的提升 他一定是这个人本身 self motivated 他有这个愿望 他这样的有这样的动力 他才可以有效果 如果一个人是被逼着来参加培训的 那就不行的 所以这个方面呢 就是这个是我认为比较有效的 都可以用到这种程度的 而是这个我们下车就先用到这种程度 我们下车就先用到这种程度 才能让我们下车就先用到这种程度 然后再用到这种程度